大家好,我是小林 小伙伴们注意了 习近平这文艺啊 他的智商啊 算是彻底暴露了 哎呦,这么低啊 最新消息啊 来自这个美国声音 哎呀,这个新闻 信息量相当丰富啊 就是整个红色团队 这个习近平乃吉他的王毅啊 蔡奇啊 这一众团队 整个暴露了 就说一个红四代啊 在美国这个事情 我一看 这个相当有搞头啊 所以这个新闻 我要给大家详细分析分析 就如果他们的能力啊 真的这么欠缺的话 你就甭说他邪不邪恶啊 这关键他搞不定啊 对外也好 对内也好 这肯定是一塌糊涂 肯定是大翻车啊 这个能力不行啊 真的 哎呦,这个着急啊 对吧 另外一头啊 就是这个巴基斯坦这边也出了大事啊 就是中国彻底跟他的那个巴铁啊 是彻底翻车彻底闹掰了 所以这后面显现出来中国这个外交环境 这个连这个以前跟人家追铁的这个反应的问题啊 很值得我们分析分析啊 另外一头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今天就是台湾啊台湾啊这个跟美国将要在形成一个重要的协议 这协议的内容我等一下告诉大家非常不得了啊 就写这个 这个就是人家就彻底建交了 实质上就是美国跟台湾 整个个全部搞定 而这背后显然跟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有这种国际关系的变化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啊也这个也要重点给大家分析问题 影响非常之大啊 那几个事情 三个事情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聊啊 具体来聊聊 一个很重要啊 就说到习近平团队的智商问题啊 他如果真是不行呢 哎呀 所以这个这里面啊 我们那我先来看看新闻啊 来自美国之音官方报道啊 就是说到什么呢 被判刑九个月啊 坐牢啊 这个在美威胁民主活动人士的中国留学生吴霄雷啊 这个破完页啊 这个破完页啊 之前的新闻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然后呢 啊 获得减刑回到中国了 我就点进去看了一下 哎 所以没想到这个新闻里面还真真发现很多问题啊 这里面就说到嘛 这个东西不以前啊 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留意过新闻啊 就给他判过嫌啊 然后判刑的时候还桀骜不逊 还对这个记者出源不逊啊 然后就给给他这个审理了 判了啊 当时他威胁一些在美国的活动的一些民主人士 在捉影啊 捉影 然后呢啊就在什么博克利音乐学院吧啊 学什么弹吉他啊 也有人的给他芭蕾一下 他的吉他弹都乱七八糟 估计还没有我好 是吧 哎呀 所以就就是文艺也不知道学了什么 在美国也不知道混什么的啊 所以然后后来反正这个东西就他威胁嘛 不知道要做掉人家双手还是什么回事吧 然后就这个事情呢 就后来就确实给他判处了九个月的监禁啊 还有三个月的监督释放 可能是就就出来之后就不能要要社会服务令 还是类似的东西吧 可能就就反正你出来之后就不能再犯错 做这怎么样的 可能也要受到一定的监督等等等等啊 就这样也就给他判了嘛 之前就今年四月份判了啊 然后呢 后来啊 是这样的 出来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显然是中国这边提出呢 跟美国交换啊 因为这个东西就很不可能是美 就换换球啊 换球就 然后就换了什么 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新闻 就是啊 给给中国给美国换球嘛 就换了什么呢 换了这个在中国囚禁了18年的 美国牧师林达威这个事情嘛 啊 就就释放了一个监禁很多年 那个林达啊 这个美国的牧师啊 当时就当做一个比较好的新闻来的报道了 但是就没一直没说 这个美国换了啥呀啊 原来就换了这吴肖磊啊 就是吴肖磊本来应该做九个月 结果做三个月就就就就 遣返回中国了啊 然后就给他减刑 遣返回中国了 就这个事情啊 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简直不可能是美国提出的 那为什么呢 一个因为美国逮捕吴肖磊这个事情呢 他不是一个预料之类的东西 他是个预料之外的东西 这个他是自己捅了个漏子啊 然后这个跟别人闹的矛盾就被备案抓进去 而且对于美国来讲啊 你这个吴肖磊本来就九个月嘛 所以就一眨眼就过去了 然后已经做了三个月了 就美国这边也不会想到你你就就这几个月你也得你也愿意跟我换啊 就美国也没想到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是关了十八年 那时候啊 怎么说呢 当然我们肯定很很关注啊 这个被中国迫害的人士 但是你说都突然间想起来这么多东西 这个东西肯定什么中国 现在百分九十九点九十九 那基本上百分百了 就中国那边提出的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吴肖磊一派判输了之后呢 中国马上就找到美国要换这个吴肖磊 对吧 而且这个林大卫这个美国牧师的是个筹码来的嘛 换个吴肖磊 其实不太对的 你说就不好听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讲 你这吴肖磊你就再做六个月嘛 是不是啊 你就这个再做一下就完了 美国的监狱 我相信人权保障啊 方方面面饮食啊 都是还是比较好的 还是比较过关的 所以你瞄一下就过去了 你搞得中国这么少了个人士 是吧 所以就对 就我先别的正不正义啊 这件事情 就从技术环节来讲 中国这个就吃了大亏了 可以这么讲 就表面上看上去啊 就为了这吴肖磊少做六个月 就这里就放了个人啊 是吧 那肯定是很吃亏的 但是就做了 但是就做了 你明白没有 所以这里面那个当然 美国之音也报道了啊 采访了这个前六四学生领袖啊 人到中国共同创办人州府 州封锁啊 然后就就也说了啊 这个当然这个吴肖磊 这是啊这个逃脱了啊 也不叫逃脱 他做因为他也少做了六个月 本来也五九个月也不长啊 所以能够换林大卫穆斯 那当然也是也是一件好事啊 但是这证明什么呢 证明吴肖磊在中国确实说有一定背景 再看上去他的背景 你就是所以就很不好说 是吧 而且你说你就是有背景也好 你就习近平的私生子也好 什么都好 你就熬一下 为了国家为了党什么 你就六个月 你可见这个中国马上就跳起来了 为了这个吴肖磊啊 这个少做一点点就少做一点点 尽快回国 这个事情 中国就把这个筹码给拎出去换 所以要不呢 这个吴肖磊背景很硬 所以就为了让他少做一点哦 是不是啊 就就中国就就豁出去了 跟直接这个很紧张 调动了外交部 因为这个东西 你说直接拿中国这个林 扣住这个林大卫去换这个东西 你没有王毅啊 这个级别 那就是政治局核心七常委啊 他甚至是这个级别 是绝对不可能这么快 而且这么快 你说马上就就就就运用到这个这个换球机制 换 这个就是几天梦晚舟级别 所以这吴肖磊究竟是什么人 是吧 这也是一个疑问 但显然我们回头看啊 还有一个就吴肖磊的智商很低 就这个东西 他 你说他释放出去之后啊 而且啊 我们也要说 他回到北京之后 还在微信上 还找啊 就是一些当时的受害人 佐伊啊 他以及他的一些友人 还给他们发信息 所以可见吴肖磊这个这个破文艺啊 他的真的是 他很盲目 你作为一个国家动用国家机器 帮他换回来 然后他的行为就如此肉质 到这种程度 你说的这博客 什么音乐学 这种东西在中国真的是吃不饱肚子 所以一般人确实不太可能读这种专业 然后你说如果是一般人 你说这这父母是不是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让他去读个这么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是吧 所以就怎么看 怎么你里面都显现出来 这这个东西 吴肖磊这个东西是有一定背景 这我们得出几个结论 这个东西有有很深背景 第二个这个很深的背景 也就是中国的红世代 核心权贵 你可以不是核心权贵 动用中国外交部给他换球 是吧 那个就为了他少做六个月 他表现好一点 他自然减轻 他都可以 也就可能做到七个月 这个或者说这自然表现好一点 可能都能够这么争取 我也不知道 这时间有点短 有没有这种流程 反正这个时间 他应该熬一下过去 我还做这种意见 所以 他这个东西 证明了中国红色权贵 跟我们的想象有一个 有一个不一样 就他们 我们以为 这个中国 我之前反复强调 就是不要低估中国共产党的邪恶 也不要高估他们的能力 这是我们多年以来 在中国生活的一个经验 就他们很邪恶 但是他们未必那么聪明 什么都考虑到了 习近平肯定想到了 他还真没想到 你看这种表现 他像想到的 当时的那个 包括孟晚舟 吴端端就在加拿大过境 怎么会 当时我们就 怎么想到 加拿大过境 你违法 是不是孟晚舟要跳船 当时很多人在想 孟晚舟是不是特意 在中国这边 可能暴露太多秘密了 是不是特意要找 留在加拿大 宁愿在加拿大监狱里面安全 当时还给他这样分析 现在回头看 这一群人 包括孟晚舟 包括习近平 包括吴肖雷 都是智商很低 他就真的以为没事 他就没多想 他就在加拿大转机了 明白没有 现在回头看 如果他真的藏着很多秘密 他要在加拿大监狱才安全 他就不会回到中国了 然后他天天还在那里蹦跌 可见这一个体制 习近平以及他的团队 他就还停留在那种封建社会 就是那种慈禧太后那种感觉 我们那个黄八旗的人 这个关了 不行 一天不能多 赶紧换球 你看他的那种行为 他就极其不是一个严谨的 管理十几亿人应该有的那种 那种感觉明白 他就就是很原始 你找一个词语 就原始社会 这个石器时代 我们说那个美国一制裁技术 中国就打回石器时代 龙根文明 就龙根文明 习近平以及他的团队 这个知识的水平 真的低的呀 你回头看就是 是不是 而且他又有点那种老人家 因为他七十多岁了 那种对亲人 他又很盲目 这个哎呦 我这秀里 秀里的关一下不行 赶紧赶紧换 你看就这样 你说这有点矜持 矜持有点这种管理十几亿人的 这个稳重的情况下 你为了国家你熬一下 六个月你熬一下过去 而且你也是自己犯的错 也不知道他横险 你自己搞那么多 而且吴肖雷也很低智商 你看他都搞这种事情 你看这个红色核心权贵 他不是说在美国什么暗地 有什么布局 有什么深层埋伏 不是 以前江泽民的家族可能有 到了习近平这一块 他是坍塌 他就是玩完吉他也不玩 天天就玩 玩完就跟他 跟人家 那个低脾小流氓 跟人家打架吵架 就真没任何想法 你就看到 他终于从上到下都特别特别的肉鹅圆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这个东西我们从从里到外就把这个事情好像很小的事情 但是反映出来整个习近平以及他的团队 他的这个治理的水平 我都不说他独不独裁就他这个做事的水平还有他绝对失败 你搞什么的搞什么搞乱世界 俄乌资源俄罗斯也好 你以为他什么一盘大鞋 他真没有 你就凭这个做事还有智商 是吧 他就 是吧 很明显 所以我们重新评估他的所有的行为 只是因为他犯错 他支持俄罗斯也好 什么都好 他纯粹就是 我说了他他就是这个禁锢烟事案啊 他就是觉得我要支持苏联老大哥 他没有其他的啊 就所以从头到尾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啊 就是就是失败 失败加失败最终的包括在所有议题上 为什么最终他全部翻车 他没有这能力啊 虽然他有很多想法搞乱美国的搞你搞乱美国干嘛 有很多这个小粉龙毛 这个刘元啊 习近平肯定要 你为什么要跟美国干呢 不就是智商第一吗 你跟美国的好好好 该该谈谈该该做做不行吗 所以 然后啊 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这个你比如联系一下啊 这个有一个这个NATCHO啊 这个周刊啊 里面就说了啊 这个由一个斯坦福大学啊等等 里面就研究中国大学生四年以来啊 学生能力全面下降 确定就这样 这个整个这个学生的数字 那年代整个国家不断立淘汰 你说这个国家有希望吗 绝对没有希望的 无论是体能 还你就看吴修雷呗 一个红色权贵 你看这他就这他这个德行 是不是哎呦太差了太差啊 啊 然后回头就 啊 里面啊 还有就说到这个巴基斯坦啊 也是显现出来 他现在真的到处都不行啊 啊这个中国啊啊 驻巴基斯坦啊 大使这个叫江在东啊 这个破文页啊 这破文页啊 这伊斯兰保啊 举行的研讨会啊 就搞了个会 然后讲话的啊 公开指责啊 你看哎 在在巴基斯坦公开指责 你在江在东 你以为巴基斯坦是美国吗 是吧 啊 这里有言论自由吗 是吧 是吧 所以哎 这他就整个他都没有逻辑 然后罕见的都公开指责啊 伊斯兰保队中国工人啊 一贯的哇 原来还一贯的 他不是你把铁吗 啊 你不是你你啊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巴铁吗 怎么还一贯的安全束缚啊 原来巴铁还一贯的对你都都不对付啊 啊 原来是一贯的呀 啊 所以这这是他原话哦 啊 所以这分析师说啊 这反映出来中国啊 现在确实在巴基斯坦面临很高的安全风险 啊 这个在中国现在除了公开跳脚以外 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今年以来啊炸他俄罗斯压的大使馆 直接炸他中国大使馆车队不一是两次了啊 那这里里面我还有巴基斯坦的外长直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炮车 中国这些都不一是两次了 就说你做你中国 所以巴基斯坦明确提出你中国给钱可以 把钱钱给完 你你就退出巴基斯坦 你中国是真来捐的 你中国真以为呢 你拿巴基斯坦的港口人在巴基斯坦给你啊 现在巴基斯坦就翻脸了 没 你中国这个台商港商啊在在中国投资这么多年 你中国给他台商港商翻脸 那巴基斯坦也一样 人家也给你翻脸 人家投完了 现在港口建好了 你你中国可以回去了 钱我钱钱在在在你给在在谈判啊 钱钱就到时候谈判一下 你中国免除一下 那是哎呀不是巴铁吗 明年我跟台湾建交啊 你中国再不是这样的话 啊哈哈 这我说了习近平被人玩的一愣一愣的 所以你现在中国已经公开在这个伊斯兰堡 公开指责巴基斯坦 也就证明就谈崩了嘛 如果你私下能能够谈一下这个能够保证中国工人利益 你的公开指责有什么用 而且巴基斯坦是美国吗 你在美国的公开指责一下有用呢 你在伊斯兰堡公开指责你有什么用呢 也没用 也也整个东西都是乱套的 你看到 所以我说他智商堪忧啊 我都说了 所以还是我只有我说过 从来没有别人说过 我说的澳尔班是耍他的 你个天天给澳尔班钱 你赶紧打钱 我帮你阻拦欧盟加征关税 你赶紧先给匈牙利打钱 打完你看人家一样通过 所以澳尔班没有 所以也是耍他的 我说的人家拿的钱人家欧盟一起分 人家是一个欧盟的吧 耍了一包的一愣一愣的 哎呀说就不爱听的 我说美国两党都在耍他 哎呀你赶紧给给 这个四年前你赶紧给拜登打点钱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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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拜登上来了 你看跟中国不打贸易战了 然后你让我上来 赶紧赶紧钱钱打了 打完你看 就是四年拜登一样围堵他 结果联合盟友在这个 给他更加围堵 他这个更加完蛋 他现在又反过来想 那个是不是应该给川普打点钱 破坏他们的盟友 他都乱刀的 你说川普不是四年前你给弄下去的吗 所以他现在又不长激信 你就想一下是不是川普好一点 是不是拜登好一点 那个是结果两个都干他 他不断的给钱去 所以就搞 你别想了 中国共产党这他不行啊 他搞半天他搞不长 啊明白吗 啊 所以这个都是乱套的 啊 所以这个就真的智商堪悠 我最后就一句 他搞什么都搞不成 你不要我就这句话 就我说的啊 然后你看啊 还有一个就台湾 这个就很重要了 给大家报道一下 美国财政部啊 将会跟台湾展开全面的税务谈判 全面税务合作谈判 全面合作了 人家你看到吧 啊 就是你中国的还还在这个全面税务谈判 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美国就会解除什么大规模对台湾的投资 因为如果现在由于他明面上没建交嘛 然后然后在税务啊很多问题上他就会形成双重征税 然后比如美国跟日本啊 他有这个避免双重征税的协议他签了之后呢 这些企业啊 他他在这里交的 所以他就不用在这里重复交 他这个有一个合作 那这个明面上的跟台湾没没建交嘛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点妨碍美国企业进入台湾 所以我告诉大家 大家这个东西一旦签了 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台湾 也要因为什么 他降低了他的税负 就他能相当于什么 给美国企业进入台湾减税 也给台湾企业进入美国减税 因为你你不要台积电在台湾开嘛 台积电这个设计这么多税收 人家肯定是你 你这个双重征税要解决一下 所以就利用台积电这个筹码 你美国要解除这个双重征税 然后之后两国的这个投资 就会成倍的增长 我告诉大家 所以这个排打的好 所以这个排打的好 所以我说也不要太过于执着于 台积电一定不在外面设厂 只要谈判条件合适 我们就可以协商 现在如果能打开整个税务合作 投资合作 那有个到时候飙升啊 整个外贸 那是现在翻四倍五倍 我告诉大家 那整个就好起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影响会非常之大 而且也证明 中国对于这些渗透也好 都是失败都是破产 他有想法 他有一些想法想搞渗透 搞破产 搞什么 但他能力不过关 就像无销雷一样的 各个都像线细胞子这样 他都还得搞定的 是吧 就他那种水平 是吧 所以他有想法 他没能力 明白吧 所以就是回头啊 这个中国就不断下行的 这个国际影响 你看巴基斯坦跟他也 现在这个盟友也不了他 普丁也不了他 就就证明什么 证明你中国不行了 中国一定会完蛋的 就以这群小学生的管理 中国经济一定会完蛋 中国共产党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搞拉头 所以这个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先说这么多 绝对不错 打开小铃铛